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一位在今天的中国政坛上无助轻重的人物去世了 他的名字叫王瑞玲 这位老人曾经是郑小平的代理人 作为政办的主任 他的权势可以说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当郑小平全力听政的时候 他扮演的是一个对前党 前军的坚军性的角色 尤其在军队里面 因为在郑小平看来 在威权时代 控制了军队 就控制了一切 王瑞玲 不仅是在江泽民时代 他扮演的是一个坚军的角色 就是到了胡锦涛时期 那些所谓的将军们 没有几个 他们的职位 不是通过王瑞玲 才能复得的 才能复取的 一直到了 习近平时代 一切 从根本上改变了 我们现在在评价习近平 还为时不早 现在很多人 对习近平的一系列的施政 尤其是最近几年 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习近平 对解放军的改造 对军事的调整 是出乎很多意料之外 或者说在之前 是没有人敢如此想象的 尤其说是改造了解放军 不是说是对邓小平 江泽民 或者是王瑞玲 所建立的军队体系 进行了摧毁 所以王瑞玲 最近几年的角色 越来越不重要了 事实上不仅是王瑞玲 郑小平家族的作用 也远远减弱了 你在中国政策上 已经很少看到了曾经 一对非常嚣张的 非常张扬的郑小平家族的人不见了 他们家族的人 有一个郑小平的外甥 居然在医院里面治疗不障 去世了 令人痛惜 还有一位 郑小平的大女性 中国有色金属公司曾经的老总 吴建成 也刚刚去世了 也是非常低调 当然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里面 对早一段时间 郑小平的公子郑不方 发表的一些 要继续张扬 郑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言论 到处传扬 很多人觉得 可以借势还逢 借郑小平之地 来反制今天 习近平的某一些 反对 或者说改变了郑小平 改革方向的一些行为 这些人 有的是我的朋友 其实 我跟他们讲 最想借势反反 恢复郑小平的改革开放 表面上 似乎是反制今天的 一些倒行历史 但实际上 是在往中国错误的方向上面 继续错误的前行 实际上 所谓的郑小平的改革开放 在1989年那一声枪声一响 不仅是所有有良知的人 应该觉醒 所有有洞察力的人 都应该觉醒 郑小平的所谓改革开放 从本质上 不仅是郑小平的改革开放 是在毛泽东的体制之下的一种巩固行为 六四十号的92年的南选 其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的成就 最终巩固了中国这个体制 使中共的这个体制更有能量作恶 一方面 他们似乎更有道理 在中国 对民众的维权 自由的追求 更有力量去打击 去控制 甚至更有理由 去复兴所谓的社会主义 甚至还喊出所谓的 完全莫名其妙的 复兴中华民族的口号 什么叫中华复兴 你是复兴到明朝 唐朝 还是史前的文明 还是遥生时代 中华的文明的整个历史 和人类的很多历史是一样的 是一个暴力的历史 是一个部落的历史 是一个自相残杀的历史 在今天 人类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 对历史的一种犯觉 今天的中国 只有一条出路 就是认同普世价值 走向正常的政治文明社会 但是郑教平的 这一些改革所产生的所谓成果 不但延长了中共的寿命 而且 使中共不但在国内作恶 而且 它的病毒 侵蚀了全世界的机体 而这种机体 病毒的受侵蚀 正在不断地爆发 最近大家所议论得非常多的 或者特别关注的 华为的事件 实际上就是一种病毒的爆发的表现 这样一个案件 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 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 在国际经商的过程中间 难免会出现到某一些国家的法治 法律 面对这些问题 首先要看到的是 别的国家是什么实行法治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 去营救你的公民 或者是你的企业 这就是我说 通过华为这个事情本身 我们可以了解 国际的规则是怎么运行的 加拿大的法律是怎么运行的 美国的法律是怎么运行的 包括他们的商业行业 包括他们的政治行业 如果中国政府在这个事情默不足声 让这个事情按照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的运行 也许这个事情 没有那么引起人们的更多的关注 就案件讨论案件 但是这个案件本身的所产生的效果 一天一天在发酵 使人们对它可能产生的影响 超过很多人的最开始的想象 也包括华为 华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 它可能面临着美国的调查 不仅是从华为这个任大小姐 她已经几年计算出她的儿子在波士顿读书 而且是那么的年幼 年轻 她都没有到美国 不仅是她本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根据我所了解的华为内部的警示 实际上早就想避开美国这个风暴 已经是一个内部的今天政策 甚至她邀请了国际的经营系统 风险评估系统 怎么把华为的资金 运算中心 营运的资金 汇集中心 实际在什么地方 都做过一些评估 你说他们准备把这个中心建立在什么地方 建立在伦敦 这样一个不断地背叛它的盟友的英国 在亚洲开放银行的时候 在后来欧洲面临危机的时候 英国人选择了背叛它的盟友美国 现在它陷入到另外一个陷阱中间 就是背叛欧盟 对于这个事情 英国人有很大的分歧 但是现在越来越反对 脱离欧盟的人在增加 就给予了现在的首相很大的压力 在我们网友中间 大家对脱不脱熬 都是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关于英国在国际上的角色 我曾经有过点评 今天不是我的重点 我的重点还是要回到加拿大 在早几天的节目中间 就是 华为的任他小姐 孟晚舟女士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曾经在点点里面讲到 我说川普有一点欺负 杜罗多 小老弟 有一点过分 在新的北美贸易谈判中间 美国的姿态压力也太大 因为加拿大只是一个三千万人口的国家 是一个非常和平 理性 在国际事务中间又很低调 一直跟美国保持非常友好的合作关系的国家 川普不要去说那么重 当然我在节目里面讲了 相比川普 中共的态度就要嚣张多了 欺负的力度要大多了 所以那场行者时代 当时的公安部长贾春旺就曾经说 如果你不把那场行给我们送回去 那么我们就怎么怎么样 当然 一直到了贾春旺当了检察长 甚至退来休以后 这个那场行才回去 那不是真正的贾春旺 那场行给加拿大施加政治压力的结果 那场行自己在运营司法 保护自己权力方面的一系列的失误所造成的 那场行本来是有可能留在加拿大的 这还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要强调的是 中国似乎感觉到可以给加拿大一个打棒 它居然先不去讲 要求加拿大打普的这个行为是来自于美国 也许今天 习近平刚刚跟川普谈了一下派 坐在阿根廷一起吃了一顿晚餐 不太好意思直接冲击美国 因为中美之间的这一场谈判 现在中国官方还不敢想破坏这个气氛 但是这个时候 对加拿大的大棒 好像他们变得无所顾忌 不仅是中国那个年轻的 正部级的副部长 外交部的副部长岳玉 陆玉成 召见了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 用了那么严厉的词 一系列的形容词 一系列的形容词 后果极其严重 而且中共的官方媒体 发出更恐吓的声音出来 说啊 没有定罪的人 应该是无罪的 你们居然给他 戴上手扣 戴上脚疗 违反这个人权粗暴对罪 哇 我们看到了 十二月一号 打捕了任大消遣 孟晚舟女士 上个星期五 人家就进行了庭讯 在这个庭讯过程中间 孟晚舟的历史 进行了 自由的 充分的 为 孟晚舟的 这个辩护 媒体也可以报道 但是我们对比一下 另外一个加拿大的公民 叫肖建华 他莫名其妙 中国的有关部门 公然违反 基本法 自己 自己参与制定的香港基本法 到香港去绑架了肖建华 然后 两年过去了 肖建华 肖建华 中国的公民 中国的司法 中国的所谓的中纪委 是怎么对待 那些所谓的 危机浪法的商人 是对待那些 贪污腐化的 涉嫌贪污腐化的所谓的官员 那是为改革开放 作出贡献的 中国的精英揭槽 无论是商人 还是官员 等他们 几个月以后消失在 人们的事业中间 原来他们所接受的是 中国官方媒体对他们的 各种各样的 妖魔化的描述 他们在法庭上 一年两年 甚至几年以后 他们出现在人们的面目中间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认罪 认罪 忏悔 忏悔 写出了些没有人格的 认罪书 甚至要他们 在中央电视台公开认罪 中国在这个时候 居然知道了 无罪特定 居然知道了 人权 甚至说 他没有经过审判 为什么会戴上脚疗呢 但是 请大家注意没有 当孟晚舟女士 走上法庭的时候 她戴上手铐了吗 她穿上球衣了吗 她戴上脚疗了吗 因为在法庭上 她确实还没有定罪 还没有确定她 是不是应该被保释 她那个时候 她的地位和尊严 和检察官 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但是 她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没有定罪 她就会被戴上脚疗呢 情况非常简单嘛 就是 孟晚舟的 涉嫌的罪行 极其严重 用中国喜欢用的一个词 极其严重 我们知道 大上脚疗 它是需要一点的法定程序的 它有可能是恐怖分子 有可能是 仍然还可以对别人造成 生命危险的人士 有可能是重大的 破坏国家安全 和破坏国家安全的 重要刑犯 所以她带上脚疗 如果 不是加拿大警方的擅自行为 因为加拿大警方也有可能违反的 八位的律师 孟晚舟的律师 完全可以去起诉加拿大的警方啊 美国和加拿大的警方 都有可能实现法律啊 我就可以请律师去告他们了 但是如果是加拿大的警方 是依据正常的法律程序进行的 那么我可以说 这个情况 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严重很多 中共为什么变得一种恐慌 为什么用那么严厉的词语 去恐吓加拿大 原因就在于 经过几天的评估以后 他们发现 因为这样一个孟女士的被抓 可能的危害性 要超过中心公司 不知道多少倍 所以 也许最开始 习近平的团队 或者是中共的其他部门的评估 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后来发现 但是后来发现 审讯 一旦进行下去 那么 结尾生殖的这个知 有可能就比主干大 这就是 昨天点点今天事 讲的一个 法律的常识 并不是我特别的观察 如果进行 这样一种抗辩 首先第一条 从程序上 要不要保持它 第二条 要不要 就是说 去抗辩 反对引动 第三条 到了美国以后 要不要 进行司法和解 或者说 要不要进行抗辩 这些事情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会使华元 会使孟女士 也使中国政府 尤其是中国 也包括国际社会的一个 跟华为有关联的人 陷入两岸 两岸之地 居然 今天我看到的网上 或者是中国的官方媒体 说加拿大去两岸之地 说 如果你把孟晚舟送到美国 那么就得罪了中国 如果你把他送到十方去去 就是不被引渡到美国 就得罪了美国 要么你就得罪美国 要么你就得罪中国 好像 像杜鲁多这个年轻的总理 他两岸 其实这个两岸 对于杜鲁多来讲 如果中国政府敢于说 你们把我们的孟女士给抓了 我们就不让中国人游客去加拿大了 然后我甚至抓你几个加拿大的公民 或者说我还有极道的惩罚手段 我中间之间的贸易 我就停止很多 这个对于杜鲁多来讲 有没有压力 当然是有压力 但是即算是这个压力天大 也没有大过一样杜鲁多敢于在这个时候 违背 加拿大的司法独立精神 用他的政治权力去干预司法 他有这个胆 有这个力 法官也未必听他的 因为法官要维护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最底线 如果这个底线突破了 西方的民主西方的法治就真正破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美国政治的很多丑行 或者加拿大政治的很多的丑行 或者是欧洲政治的很多丑陋的事情 但是 这些丑陋的游戏 一旦抽取到法律这个底线 那是谁都不能破的 所以 中国对加拿大的这种威胁 不管多大 做了多 都必须抗住 抗住到那种程度以后 他的民意的支持 可能不但不会下跌 反而会上升 因为 经济 是政治家 应该 给予这个国家 社会最重要的一个贡献之地 如果经济搞不好 对政客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但是如果有这个政客敢于触犯法律的底线 那可不是危险了 那就是灭顶之罪 所以 我讲了 通过这个法律的诉讼本身 我们才会真正了解到 中国今天的社会 跟美国 跟加拿大相比 有多遥远 情况 每天可能都有新的事情发生 孟晚舟的这个案件的意外的情况 会不断出现 有时候是司法 过程本身的复杂性 是我们的历史也好 是我们的法官也好 是我们的检察官也好 可能 总是有很多的法律的案例 没有被发现 或者新的法律的原因的原则 由这些了不起的历史们 一个一个挖掘出来 让我们知道 这个法律的过程 在文明的社会里面 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核心价值 除此之外 我们将会看到 加拿大的总理 我们将会看到 美国的总统 他们在这个里面 想不想有所作为 敢不敢有所作为 现在没有很清楚看到 川普 他的特特是 怎么样这个事情 又让我们感觉到 特别的意外 而没有 我们看到的是 加拿大的总理 他已经扮演了他应该扮演的角色 就是尊重着力的司法 着力的司法 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了 中国政府 正在往这个上面 火上加油 使这个本身 已经是一场灾难的事情 变成更大的灾难 就是中共试图 中国政府用他的经济的力量 政治的力量 使这个事情 让更多的人 关注 中国政府会做什么事呢 他们可能还在开会 有人说 民族情绪的压力很大 习近平很难为 但是我要说 这种所谓的强硬派 所谓的他们能够利用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但是 一旦 进入到这个案件以后 不禁于是 把使孟晚舟被逼上更危险的境地 也使中国的政治体制 暴露更多他的丑陋 甚至罪恶 有一些人 我们人生中间禁略 本来他是已经犯了一个错 如果纠正这个错误 他会付出代价 但是代价 不如像后来 他又采取了一个想掩盖错误 甚至错上假错的代价 而今天的中国政府 他们的理想 正在使这个事情 不像错下假错 所以 夫妻的代价 将会更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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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督